有言论指设计行业可受惠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提供诱因发展创新科技及产品 满足沿线国家日益富裕的消费者 成立了八年的香港企业Design Icon是例证 我相信Design Icon的中置就是无论我们何时去接受到一个设计的project 无论个client的背景是大与小都好 我们都会应用我们Design Icon所特设给这些project用的creation process 而这个creation process可以有利于我们设计团队 去寻找一个很 unique的product feature 一种重要的原因是因为Design Icon是不同的 我们是有很多不同的股票 这种股票是由于我们的股票 从我们的股票上的股票 在贡献的贡献 经常大企业可能会有设计计计计计计计 或设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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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 或设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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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我们Design Icon的立场上来说 就等同于好像一个专业的士兵师 用一部普通相机 都可以去带报给所有用户 或者所有看这张照片的人 知道究竟什么叫做一个很好的pont of view 或者一个很独特的概念出来 2016年Design Icon开发自家品牌 PikaGear源自一个产品原型设计 亦也有影响 毋庸质疑发展中的新品牌 关注知识产权的保障 香港的优势结合一带一路倡议 可促进企业成功和保护知识产权 现在涉及了六十几个新兴国家 他们的背景对IP的认知有多高 我们是没办法去估计的 香港作为大一路超级园线人 就是要带领整个中国或者亚洲或者香港 去建立一个很 unique的系统 想去简化我们的IP protection的application 令到所有销售我们的产品的国家 都不需要经历太多繁复的IP protection的application 甚至乎价钱都可以统一化 Dartum Road is also an initiative that's bringing us a new client base into Hong Kong providing reaches into new client prospects 我们认为香港为一个超级园线人 it's very convenient to operate business entities from here also the variety of support the government offers for smaller companies such as our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